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冰心的代表作《繁星春水》 唐代诗人王昌龄仕途诗意 在送别友人心见的时候 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诗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湖 意思呢就是说 兄弟啊 到了洛阳 如果有亲友向你打听我的情况 就请转告他们 我的心依旧像玉湖里的冰一样的纯洁 后来冰心玉湖变成了冰清玉洁清廉正直的代名词 到了民国时期 作家谢婉盈把冰心用作自己的笔名 名如其人 被称为世纪老人的冰心 的确呢是一个温柔婉约 晶莹剔透的女子 她笔下的文字总是娓娓道来 读起来就真的像是一位老奶奶 在温柔地给我们讲故事 调皮的巴金老先生曾经说过 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 懂得了爱 爱星星 爱大海 爱祖国 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我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 都有一颗真诚的爱心 冰心去世的时候 温家宝总理还曾经亲自去医院慰问 事后回忆说 记得那年冰心老人去世的时候 我在夜里赶到了北京医院 向老人做最后的告别 她的女儿拿出一个笔记本 让我签个名 我非常尊敬老人的为人 喜爱她的作品 她是一个有风骨的人 同时又是一个有爱心 有感情的人 那今天呢 我要给大家分享的 正是冰心的诗集 《繁星春水》 这本诗集开启了模仿泰格尔诗体的先河 出版之后引起了诗坛的轰动 很多作家都纷纷效仿创作这种短诗 在现在快节奏的学会当中 人们已经很难静下心来 去阅读那些深奥的文字 但是冰心的小诗 却常常拿来在茶余饭后品读 在这本小诗集中 集结了冰心很多零碎的思想 童真 童趣 母爱和自然 是这本小诗集的三个大主题 短小精悍 富有诗意和哲理 有人说冰心的诗并不能称之为诗 没有足够的庄重质感 但这正是冰心零碎思想的妙处 人生处处有惊喜 那些奇思妙想当中藏着生命哲学 就拿描写童趣的那句著名的小诗来说吧 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 是真中的梦 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回想我们自己的童年 好像就是这么一回事 纯真 梦幻 还有哭笑不得的小可爱 小俏皮 《繁星春水》是冰心在19到21岁期间写成的 不管是写童真童趣还是写母爱 或是那些写大自然的文字 多多少少会稍显青色 但是就是这份青色才难能可贵 诗歌的珍贵之处不就在于那份真和纯吗 也正是这份真和纯 适合低年龄的孩子阅读和学习 所以冰心的诗歌被放到了中外名家经典诗歌从书之中 也是中小学生课外读本必读之一 孩子从小阅读这种简单轻快的小诗 会想原来诗歌还是这么好玩呢 我也可以学习写诗歌呀 陪孩子一起阅读这样一本小诗集 家长也会很轻松愉悦 不会出现不懂的问题 随时可以向孩子传达诗歌里的真善美的东西 在整个诗界文坛当中 诗人背出 冰心的《繁星春水》是怎样突破分离 一直被收录在中小学生必读之中的呢 他的诗歌是对泰戈尔诗集的推陈初心 还是拙劣的防写呢 变化是唯一的真理 冰心的三大主题真的适合这个变化者的世界吗 接下来就请跟随我的声音 一起走进冰心的诗歌世界吧 儿童教育家罗琳曾经说过 因为孩子的思考方式和咱们大人不一样 所以他们讨厌说教打骂 他们更喜欢带感情 有趣味的沟通方式 而这本《繁星春水》就像是给孩子们量身定做的 它展现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 同真同趣的真实世界 我们不妨来一起读一读这首小诗 儿时的朋友海拨和山影和灿烂的晚霞和悲壮的喇叭和我们如今是疏远了吗 这真的是诗歌吗 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离开家门 跟小伙伴们在外面玩耍 直到天黑了 妈妈在自家门口大声地喊着回家吃饭 我们才意犹未尽地和小伙伴们说再见 一边跑回家 一边还要约着小伙伴们下一次去哪玩 其实小时候的玩伴不只是邻居家的小小子或者是小姑娘 更多的玩伴是蛆蛆啊 蚂蚁啊 还有那些很多可爱的小生物 那些山山水水当中藏着的小精灵 也都是我们最好的小伙伴 可是长大后的我们呢 把儿时最爱的游戏抛弃 把那份童心埋藏得严严实实 生怕一个不小心被人骂作幼稚鬼 儿时最好的玩伴就这样被我们狠狠地抛弃了 孩子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迷人的小天使 只要和孩子待在一起 你就会被他们的那种纯美所打动 冰心发现了他们的美 并把这份美记录了下来 比如下面这首诗 万千的天使要起来歌颂小孩子 小孩子他细小的身躯里 含着伟大的灵魂 我们都曾经是那个爱玩的孩子 为什么要求我们自己的孩子 装出一副大人模样呢 就让我们的孩子 按照孩子的方式成长吧 游戏是他们的天性 好好保护他们的这一份童贞 不要让他和自己最好的伙伴疏远 拔苗助长往往会适得其反 当然了 好的游戏和伙伴 会使得孩子对这个世界 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但是所有的游戏 都有属于自己的规则 规则之内无伤大雅 规则之外 可能会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意外 为了规避风险 我们要用孩子们 能够接受的方式 来讲述游戏规则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下面的这首诗啊 小朋友 你可以进我的园 但不要摘我的花 看 玫瑰的刺 扎伤了你的手 读完这首小诗 眼前好像能够 清晰地出现那个画面 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 偷溜进别人家的花园 没有经过花园主人的允许 就摘了一朵 娇艳的玫瑰花 这个时候 刚好被花园的主人看到 主人没有呵斥孩子 但是玫瑰的刺 却划破了他的手指 这首小诗 言简意该地告诉孩子 在这个社会当中 会存在许许多多的规则和限制 而有些限制呢 恰恰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不受伤害的 趋利避害 是人的天性 小孩也是如此 当他意识到 做某件事情会让自己痛苦 他会自己选择不去做 当然 你可能觉得小孩子会一只耳朵近 一只耳朵出 很快就会忘了 对于小孩子来说 重复记忆是最好的选择 同样的态度 冰心用另外一种角度 写了下面的这首小诗 花儿滴滴地对看花的人说 说顾念我爸 我的朋友 让我自己安静地开放着 你们的爱 是我的烦忧 经过这样反复地强调 孩子们就会知道爱护花草 不随意采摘花朵 践踏草地了 瞧瞧 当我们释放出体内 本就存在的 同真同去的天性 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 很多事情就会变得简单 为什么孩子不听大人的话呢 是因为你不懂孩子游戏的乐趣 把自己放在和孩子 一个平行角度上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 真可爱 就是一个童话世界 日本作家冬野归武 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谁都想生在好人家 可是无法选择父母 发给你什么样的牌 你只能尽量地打好它 其实哈 爸爸妈妈呢 也是第一次做父母 也还是个新手 不知道怎样更好的 去表达自己 但是对孩子的爱 是不容置疑的 爸爸妈妈都是在 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把自己最好的送给孩子 越是长大 越是想要逃离爸妈的束缚 可是真的离开家了 竟然又很想家 家这个概念不难定义 它不是那个你居住的房子 而是有妈妈在的地方 孩子和妈妈之间 有着天然不能割舍的关联 怀胎十月 妈妈承受住身体 和心理上的各种压力和负担 才生下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 这个宝宝是他用生命换来的 所以他会把自己最好的一切都交给孩子 他就是孩子的守护天使 无所不能的多拉A梦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下面的这首小诗 生活愉快吗 愉快 是笑着回答的上半句 只想回家 是至终没有说出的下半句 这首小诗看似短小 力量却是实打实的沉重 只有出门在外的人才能理解 这种想要回家的冲动 这种冲动来自家人给的安全感和踏实感 冰心在这部小诗集当中 重点欧哥母爱的伟大 并不是说父爱不重要 而是相比较之下 母亲的这个身份 似乎要比父亲这个身份更有存在感 比如冰心写的这首小诗 离开母亲三个月了 竟能悠悠地生活着 忙中猛然想起 就含泪地褒奖自己的坚强 当孩子离开妈妈之后 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被宠爱的小孩了 离开妈妈的怀抱 好像是渡过一个难关 渡过之后 自己才会变得更加的坚强 当然 也只有离开妈妈之后 才会发现妈妈 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替代的 冰心深情地写道 母亲啊 撇开你的忧愁 容我沉寒在你的怀里 只有你 是我灵魂的安顿 是啊 学过其他语言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全世界通用的一个词汇 就是妈妈 这个词汇不仅仅是因为它符合婴儿的简单发音 而是血脉相连 妈妈是个独特的存在 它就好像是万能钥匙 可以打开通往世界任何角落的通道 妈妈 也是天然的屏障 不管出现了任何问题 或者是意外 只要躲到妈妈的怀里 就好像天大的事情都不算什么大事了 听说神没有办法做到无处不在 所以创造了妈妈 即使到了妈妈的年龄 妈妈的妈妈仍然是妈妈的守护神 妈妈这个词只是叫一叫 也会觉得猴肩哽咽 妈妈不是超人 但她是孩子的多拉A梦 可以给孩子最真心无私的陪伴 现在如果想要让妈妈开心 那就说一声 妈妈 我需要你 英国著名的外交家文学家 查斯特·菲尔德勋爵 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写道 当你疲惫的时候 当你烦恼的时候 我亲爱的孩子 走出空气污浊的房间 走到大自然中去 放松心情 体会大自然带给你的智慧启迪 幸福与健康属于那些 接近自然的人们 成功属于那些 善于从自然当中学习的人们 是啊 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大自然所蕴含的财富 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孩子从小就亲近大自然 会更加懂得爱和物尽天择 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 而且热爱大自然的孩子 一定会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不要把孩子们束缚在 老师的计划中 要让他们到大自然中去 孩子们的梦想 要比老师的计划大得多 想让孩子建立自己的美学思想 那就让孩子尽情地 在野地里撒花去吧 春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陪着孩子 一起去郊外踏青 看看萧草是怎么冒出了绿芽 看看野花是怎么红了脸颊 当然春天的美不只是在田野里 还在我们自家的院子里 只要你留心就会发现 就像冰心的这首小诗写的一样 人在廊上 书在膝上 浮面的微风里 直到春来了 紫藤罗落在了池上了 花架下长皱无人 只有微风吹着夜响 春风就像魔术手 被它吹过的地方 都变成了五彩编纷 多姿多彩的世界 相比春风的魔力 夏风更令人期待 它总会给炎热躁动的天气 带来丝丝凉爽 尤其是夏天的傍晚 凉风袭袭 那可是透心的爽快啊 冰心写过这样的夏夜凉风 夏之夜 凉风起了 襟上兰花气息 绕到梦魂深处 你是不是也有 这样的感受呢 这首诗简直是 写到了人的心坎里 枕着凉风 闻着花香 连做的梦 都是甜甜的 美景不仅给人 视觉上的享受 还能通过观察自然 引起对生命的思考和探索 比如冰心写流星 流星 飞向天空 可能有一秒时的凝望 然而这一撇的光明 已长久遗留在人的心怀里 流星划过的时间虽然短暂 但是流星的美好足以打动人心 让人们难以忘记 其实不光是流星 美好的事物总是很短暂 但它的短暂不妨碍 我们用一生去铭记和回忆 还比如写大海 冰心说 大海的水是不能温热的 孤傲的心是不能软化的 人要有那么些高傲的骨气 不被软化 就像大海的水 不能被温热 有着属于自己的温度 当然 在这部小诗集当中 还有很多这种通过自然 来探讨生命的诗句 法国的画家 德拉克洛瓦说得好 自然只是一部字典 而不是一部书 尽管每个人都有这部字典 可是如果要用这部字典当中的词句 做出来的诗文 那得全品个人的情趣和才学 就像美学大师朱光潜所说的 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 美感的经验 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一面 从想培养孩子敏锐的观察力 想象力 是对孩子的美学的思考 做准备 美国职业培训大师保罗斯托茨 提出过一个逆伤的概念 什么叫逆伤呢 指的就是面对挫折 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 逆伤越高 就越能够应对人生当中的困难和挫折 所以啊 现在大家提倡挫挫折教育 就是为了从小培养孩子的逆伤 让孩子长大以后 从容地面对挫折和压力 在这部小诗集当中 冰心也用充满智慧的语言 描写了我们应该 怎样去面对即将到来的明天 他说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现他现实的名艳 然而 当初他的牙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撒遍了牺牲的谐语 意思呢就是说 虽然每个人都向往成功 但是每个成功的背后 都有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付出 你要想成功 就要奋斗 再看看这一首 言论的花 开得愈大 行为的果子 结得愈小 这一首很好理解啊 就是说 我们常常爱说一些 壮志豪言 但是说完就忘了 什么计划呀 什么目标啊 统统都抛制脑后 其实我们不必要 试试做得完美 但是一定要记住 说过的话 就一定要做到 千万不要做 语言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爱字 好了各位 繁星春水 这部诗集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在前面我们说过啊 在这部诗集当中 冰心是围绕童真 母爱 自然三个主题 来写自己的日常感悟的 其实有一首小诗 刚好将这三个主题 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了 不妨让我们再来读一读 造物者 倘若在永久的生命里 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 我要至诚地求着 我在母亲怀里 母亲在小舟里 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 读着这首小诗 脑海当中想象着 这样的一个画面 小孩睡在妈妈怀里 妈妈坐在小船里 而小船飘荡在大海里 事业在一步步地扩大 我们甚至可以继续设想 大海依附在地球上 地球运转在太阳系 而太阳系不过是闪烁在茫茫宇宙里的荧光遗数 这首小诗并没有局限于小我小爱 而是和整个宇宙有了关联 人类就是宇宙的孩子 所以诗歌不仅歌颂了母爱 更歌颂了宇宙无言的大爱 最后我们想说 和孩子一起阅读这本诗集 最重要的是拉近了孩子和父母两代人之间的亲密距离 当父母和孩子一起探讨那些小情趣 小哲理的时候 爸爸妈妈会回想起 自己也曾经是个调皮捣蛋的小孩 也曾经逃学不肯上课 想要蹲在街角看蚂蚁搬家 孩子也会渐渐明白 这个世界上妈妈是最无私伟大的人 尽管她也会生气和打骂 父母能够理解孩子 孩子也能够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 孩子还有一项本能 就是通过观察身边人的行为和态度 来判断一件事情的重要程度 当父母在家和孩子一起读书的时候 孩子呢也会有一种仪式感 会认为读书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这样也有利于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父母的一举一动都在潜移默化的 影响着孩子的脾气秉性的养成 想要孩子爱学习 那就给孩子创造一个阅读学习的生活环境 好了 《繁星春水》这本小诗集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关于母爱 关于童真 关于我们生存的这个大自然 您现在有不一样的想法和态度了吗 欢迎大家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方的语剧 那个视频